上周二的金氏民梁女士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参与了一个享受免费自助餐的促销活动 但是当梁女士按照活动规则完成要求之后呢 却被告知原本3月15号的截止日期已经提前到2月21号就结束了 梁女士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 在朋友圈里完了看到朋友发的一条这个短信 发的一条这个消息 后来我点开来看了之后呢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然后呢我就转发了 其实当时也是抱着一种好玩的心理 后来呢也没想到朋友都很帮忙嘛 结果就一下点到了68个赞 在活动规则中明确的注明 集齐68个赞就能免费享用价值158元的生托你自助餐 活动截止日期为2014年3月15号 怎么2月21号就结束了呢 梁女士随即打电话到餐厅确认 结果呢接电话的服务员告诉我说 嗯他们上面是写的 说是我没有看到 然后他态度就很强硬 说是个人都能看见 得到这样的答复后 梁女士觉得自己被利用 帮餐厅做了免费宣传 记者陪同梁女士来到位于南京碑亭巷的这家餐厅后 餐厅负责人解释说 活动是他们找人策划的 确实存在事物 在活动发布的第二天 他们又追踪了一个补充协议 对于像梁女士这样的消费者 他们也有相应的优惠政策 按照宋经理的说法 要先点击位于活动页面上方的餐厅名称 进入餐厅的微信账号页面后 再点击查看历史消息才能看到活动的补充协议 虽然在补充协议里确实有活动到2月21号截止的说法 但梁女士并不认可餐厅的解释 就是在欺骗消费者 然后这样呢 她搞一个补充协议 而且这补充协议 你们刚才也看到了 在那个小字 而且必须点开了之后才能找到 我觉得这个很明显嘛 就是说就是在欺骗消费者 要用我们来帮她做这个免费的这个宣传和这个广告 记者从省消息了解到 商家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型媒体平台 发布的活动和在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平台上发布的 具有同样效果 都应该向消费者说明活动的旗旨日期 具体规则 否则就涉嫌误导和欺诈消费者 消费者可以向工商部门和消费者协会投诉 江苏城市频道为你保证